为你而读 自2014年成立以来 已经办过了上百场的读书会 吸引了上万粉丝的关注 一起分享阅读的美好 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三个好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都是很爱书的人 可是我们渐渐的发现说 其实我们出了社会之后呢 不知不觉变难堕了 但这只是阅读变难堕 并不是我们整个人做的变难堕 因为我们被工作不断的消磨 我们对阅读的热情 还有我们可以投注的体力跟精神 但是呢其实工作越久 人生的挑战跟难题越多 然后各种家庭啊 还有人际关系啊 各种挑战都出现的时候 没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mentor来指导我们的时候 输是一个最好的导师 但是我们居然在忙碌中 遗忘了这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决定组一个说出会 来强迫大家一起阅读 那因为我们就讨论过 如果我们是那种好朋友 聚在一起咖啡馆聊天那种 很快就会费哦 他会变聊天会 所以我们说那我们赌大一点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讯息 丢到网路上面去 让很多不认识的人 知道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把社团 在2015的10月 以社会企业方式 去做一个成立 那因为其实如果是社团方式 因为大家是兼职的 那我觉得这个阅读可能没办法持续 所以我们决定用所谓的社会企业的方式 来运作整个阅读的部分 我们是为你而读 我们其实是有受过一些媒体采访 然后以及有一些合作伙伴 那已经深耕在这样子推广阅读的社群 超过两年 并且办了100场以上的活动 你会得到三本好书的丰富内容 以及电子书的下载 我们是一个充满温馨的知识型社群 那我们说过的书呢 除了趋势职场人文之外 我们曾经也说过小说 说过漫画 到底是怎么样的说书人 能够说漫画呢 我们请他举手跟大家挥挥手 他不想理我 他曾经说过一本漫画 而且是系列漫画 叫做恶女 天啊 到底怎么办法把系列漫画 讲成说书的精华 天论30分钟呢 欢迎大家下次来听他说书 我们希望每一个说书人 能够把这样子书本的精华内容 分享给在座 也就是做一个知识性的传承 我们的讲者分成两种 一种是作家 第二种呢 就是参与者 参加过《问你而读》之后呢 他内心也想要分享 他最感动的一本书 我们会后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说 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分享 内心最感动的那本书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书品第一次参加《问你而读》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这样的话 然后我以为他要跟我讲什么 网路科技啊 物联网啊 结果没有 他讲的第一本书是留一段时间给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在微软公司工作 面临高压的环境 然后他有一对双包摊女 他没有时间陪伴他们 所以他觉得最触动他的本书就是 大家都被科技绑架 都被工作绑架的时候 谁能够留一段时间给自己 所以我们只会问讲者说 你心中最感动的那本书是什么 我反而不会想要指定书目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依你的专长来讲 不是的 我只想听他心里想讲什么书 我们就让他讲什么书 在场各位觉得改变是很容易的事情 请举手 我想来当说书人当讲者 我的动机是我想要回馈 因为在这边来听书的人 普遍来说年龄层都很年轻 因为在公司 公司我们是有待听 就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分享 也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性质 因为我比较常往外跑 就是出国餐展 跑客户 其实回到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心会比较纠结 因为认为台湾应该可以再更好 可是比较碍于台湾的一些教育的体制或模式 所以就是想要带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观念 透由说书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交流 然后又有一次我讲的是一本小说 如果这世界毛消失了 然后我讲的过程中 我是看到底下就是有其中一位女士 然后她就是就落泪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心里头 也否受震撼有被重击到 因为我才知道说 其实一个故事为什么会感人 不只是说那个作家写得非常好 而是说如果我们试着把它结合到 我们的人生历程上 那你这个人生历程也许又会跟 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会有共鸣 其实在说书的过程中 就是彼此共鸣的时候 我自己得到阅读很大的帮助 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对我不管在人生 或者是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启发跟帮助 所以我如果遇到人 我就会很想要跟他分享阅读的好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一个一个去跟人说 阅读的好处是什么 而是有很多本身已经在阅读这件事情上 已经有持续在做的人 他们是聚集在一起 可是我更希望能够deliver出去的 反而是说如果我们都这么爱阅读 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影响别人 是让大家其实能够从书中去找到 一些人生的答案或者是工作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对今天 或者是往后类似的活动的一个期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